光复香为全台阿美族最大的聚落 也因此香公所连续第二年 争取获得圆明会的协助 支持推动沉浸式足语教育 由富田以及两个部落文件站长者合并 带领香丽幼儿园的小朋友一起来共学 老幼轻松愉快 自然而然说足语学习互动乐落 透过大家熟悉的传统歌谣旋律 部落文件站的阿公阿嬷们和幼儿园的小朋友 轻松愉快地说唱足语 现场学习气氛热络 谢谢怎么讲 你好怎么说 奶爱好 哦你们好厉害 奶爱好 哥哥哥阿嬷上课好不好玩 好玩 透过沉浸式足语教学 小朋友们都能自然而然说出了简单的足语对话 部落长辈们有了娃娃们的陪伴 学习起来是更加有劲 卖力带领小朋友说足语 关乎乡公所连续第二年争取获得圆明会支持 以老幼共学模式共同推动沉浸式足语教育 今天首场乡长林青水也特别到场关心 也融入老幼共学的乐趣 我们已经第二年申请圆明会的成军式教学 就是老幼共学 所以我们现在算第二年 那我们今天来富田我们的文建站 跟阿公阿嬷 让小朋友跟阿公阿嬷生活一个上午 然后从文化之中生活之中来学到一些母语 一些作品的道理 我想这样我们阿公阿嬷老前辈很高兴 小朋友也是很高兴 老幼共学一个新的方式 我们总共要上九次的课 每个星期都要来一次 所以我想这都蛮不错 阿公找到快乐的来源 小朋友找到一个学习的对象 那每个小朋友都有版杀原住民的名字 然后有认得阿公的名字 阿公是谁啊 这样一起来共学 真的很不错啦 为全台阿美族最大聚落的光复乡 原住民人口就超过半数以上 乡长林青水也积极争取推办 语言 记忆 与传统风化的传承教育与推广 让部落老幼 借着语言的附阵与学习 重新找回部落文化的根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